糟糕了 红色试乘车撞进展示中心 和店内价值139万的深灰色轿车玩轻轻 传货的女驾驶站在一旁 尴尬 傻眼 事发地点就在云林斗六这间展示中心 玻璃门全碎 自动门感应器歪了一边 地上全是碎玻璃 员工一早忙着收拾善后 他们说前一天晚上一家四口爸妈 带着女儿到展示中心看车 富人开车试乘 车上还载着业务和丈夫 谁知道竟然把油门当成刹车踩 碰一声先撞破玻璃门 又撞上里头的新车 惨惨惨 他把油门当做刹车门 然后就交给到那个城市金的一部车子 车商不愿追究 拒绝回应 而两台车虽然都是试乘车 但加起来试驾高达228万 原本以为这下赔惨了 但幸好车商早有帮试乘车保险不用赔 至于店面玻璃门破损 女驾驶愿意负责到底好心情试乘 都还没谈好新车价格 这下先谈赔偿 今天我们宾宾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